刚才你对护士骂了粗话对吗 我对他骂了怎么了 近日一名中国籍女子在新加坡对护士报粗口 护士报警后警方对女子进行了一系列盘问和调查 视频中女子称自己被护士说不是新加坡人 没有新加坡身份 没有资格在新加坡看病 因为她说我不是新加坡人 她说我没有新加坡身份 我没有资格在新加坡看病 还称是对方一直指着自己骂 自己才会对他报粗口 他一直指着我骂 我不能指着他骂吗 并表示自己来医院是因被代价撞伤 来到医院后代价去不知去向 在医院等了三四个小时没看上病 现在要求警方先把肇事代价找过来 据悉根据新加坡公共秩序法令 任何人如果在公共场所 或者向其他人公开展示 散布传达 或以任何方式显露侮辱性 或恶意言辞将面临最高一万元罚款 或最高三个月监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亮 mut 站桃